你也并不能经常的跑到那 那个东西是最妙到豪颠 值得崇拜 最近还有人就讲 比方说当年忽兰城 甚至说周作人 有人说他们是汉奸文人 很多人谴责他们 可是其实人真是可以分裂看的 我们往往拿道德去说一人 不是东西 显得自己都有道德 可是实际上人真是可以分开的 汉奸不汉奸是这个问题 是道德范畴的问题 你当然可以批评他 对吧 但是另一方面 这个才华 甚至我都认为不是属于他的 我常常就有这种感觉 我认为像陆游说的 某些灵感是妙熟偶得之 不是你的 好像原本就在空气中 你怕你只是偶然抓住他了 我有时候看有些球员 就踢出特别有想象力的球 你都觉得那种灵感 似乎不是属于他的 某种神注入到了他的身体里 我特别同意那个 所以很多那个音乐家 写音乐的很多最优美的旋律 是在那个卫生间里 解大手的时候想出来的 其实在钢筋前面 你坐十个小时 二十个小时 完全没有旋律 看着那些箭子 其实他大部分时候也是便秘 对 就是他到了另外的一种 生理快乐的时候 灵感可能就有了 而且会很好听 很有神秘感 所以这个我觉得就是跟人的分泌系统 化学系统 都有关系 所以才华我觉得就是 确实是跟上帝有关系 我说这上帝不是一个具体的信仰 是 所以就生命闪光 其实每个人一生中 机会就那么一点 像足球一样 对 你抓住了 你就闪光了 但是你不会天天闪光 你做一个优秀的演员 优秀的主持人 包括一个导演 你不可能每一天 每一分每一秒 你都闪光 那你是什么呀 你灯泡 你天天亮着呢 从生理的角度上来说 你每天你内分泌 荷尔蒙 完全每天每分钟都在你的身体里 生生降降 对 对吧 你不一定 我有时候看着胖罗 我为什么觉得 同情 因为就是带入感 同情心 他不是不想好好提 他太想了 可是有时候你这个人 你比如说咱有时候主持节目 就感觉脑子里是这样子的 你这一点办法都没有 你想不出来 这能怪谁呢 不能怪谁 对 只能怪观众了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而且咱们既然讲到了这个状态 讲到了才华 我觉得呢 也应该证实一点 这个才华和性欲之间的这个关系 我为什么看着阿宝说 你看他说别人也会觉得说 哎呦文涛 不但你就搞艺术的 你你觉得 你看着英国队 这叫好像人家就说 赵阿宝说就是色狼大队 就是好像很多这种性丑闻 笼罩在这球员 甚至教练的身上 但是往往你会发现 传出这种新闻的人 好像他具有某种才华 就是最最有才华的人 好像跟他的性的新闻啊 就是对等 连接在一起 连接在一起的 里面有一演员 那个英国很有名的 休格兰特 所以他的太太也很漂亮 女朋友吧 那时候啊 但是他的性丑闻也很厉害 然后他的演技也很棒 你都是这样 着急 这个这个贝克汉姆也基本属于这样 当然还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例子了 包括亚洲地区也都有 呃 这个才华我觉得啊 确实跟这个最根本的东西啊 跟人呢 的这个最根本的这个东西 分不开的 就是性的这个东西 就是激素 嗯 这激素的倾向啊 他一定决定这个 人的这个智慧啊 因为他是 我觉得他是跟跟这个 创造人的这个 是是紧紧的沟通在一起的 说创造什么啊 对 这是 这有一种生命能量 阿宝不大感觉到这种能量 是吗 我曾经看过一本书 他就说 呃 性跟权力是人类进步的最大量的动力 台湾有一个曾经有一个很有名的歌手 他在一张唱片一炮而红的时候 他就曾经说 我出唱片就是为了把马子的 意思就是说 我为什么想要红 就是以后我把马子更顺利 其实我不是对音乐都没有 当然后来他的音乐很热忱了 只是当时他一下子红的时候 他就这么说 因为他突然就传出很多 他一下交了很多女朋友啦 然后私生活比较乱了 他也很坦白 他就说 我就是为了把马子 你为什么阻止我 我就是为了做这件事才来 我不是为了赚钱 我不想赚钱 我就是希望我身边就是有很多女人 所以我才来唱歌 我希望成名 那我觉得对于一些很有才华的人来说 你说是不是说 他们的才华跟性欲可以挂钩呢 我觉得也不尽然 我也看到很多很有才华的人 其实他们也是挺专一的 或者怎么样的 但是 司马迁 司马迁 那是彻底给结束了 但是还写出了这个实际呢 但是 也有一些禁欲主义者 也是很成功 那也是憋的 那憋的 他憋到另一股道 这是一个动物性 因为你一个雄性的 在一个动物的群体里面 你要想成为战友所有人的 你就必须要打仗 对 在雄性跟雄性的战斗中 你成为了英雄 你显示了你的实力和才华 所以你就有占有那些人的权利 实际上安排的很好 自然界 就是让这种基因 他必须要去繁殖 实际上都是因为要繁殖 才有那种冲动 生理的冲动 这是本质人的 动物的本能 在张伯伦身上体现的非常明显 他后来自述说 一辈子跟两万个女人上过床 这些女人大都是拉拉队的 你看他在场上雄性斗争 他赢了 然后他战友周围拉拉队的 这是一种模式 但不要问你 这个世界还有艾滋病 你看Magic Johnson 其实后来也是得了艾滋病 告诉你说 你不要以为你有了全有了事 你说这个球踢的准 说贝克汉姆那个球踢的准 我那天想起 说意大利过去有个帅哥巴乔 说巴乔这女朋友怎么找的呢 就是找来意大堆 就喜爱他的女人 然后其实他心中属于一位 他就用这种游戏 就是说每个女孩脑袋上放一苹果 就是巴乔把谁脑 没打着人 把苹果打下来 那就是他的这个家偶 那其他女的脸都被打烂了 对 我当时也想这个 太太惨了 开这玩笑呢 九十肉铃嘛 就是现代式的九十肉铃 另外一种玩法 你不可能真的把那个九道起 对对对 所以也只能叫我比较别人 还真是 这个东西啊 所以我觉得你比如像贝克汉姆 如果是在咱们 他是不是朝给天 我惊得都把他给淹死 那么 这么猫 那么 这么高 How do you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